這名四十一歲的蔡信通緝犯 他背負著三條通緝罪名 昨天下午回到雲林的老家去 警方接到線報出動來攔截圍捕 沒有想到這名嫌犯是極力的反抗 甚至還開瓦斯跟警方對峙 那警方趕緊聯絡消防車來待命 而且退出屋外 流出一條通道要引誘嫌犯 那麼最後呢是在竹林中的灌溉溝渠 將人逮捕 遠景池破壞器材 不斷敲擊門鎖 因為貨報有通緝犯躲在裡頭 只是沒想到嫌犯發現 遠景上門情緒激動 竟然開瓦斯對峙拒捕 就怕真的釀成意外 警方退出戶外 通報消防局部水仙戒備 警方離開前留下一道通道 要引誘嫌犯出籠 這招果然奏效 嫌犯逃出屋外藏匿在竹林灌溉溝渠中 但警方早就料到他的路線 在水溝旁將人壓制上口 蔡嫌就依照竹林的六股路線 跳到後面竹林的水溝溝局 溝局跟他 虛偉大意 差不多約十分鐘順利逮捕犯嫌 41歲蔡姓男子背負竊盜 強盜毒品三條通緝罪名 四處躲藏 27號下午回到雲林老家 碰上警方圍捕 情急之下開瓦斯拒捕 讓場面一度驚險 但最後還是被賞口帶回 記者文明匪方中成章意志雲林報導